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法資源濃好濃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蓬頭小丑 那麼就我們開始吧 好 這一次在救急獸大局入境的活動裡 我們久違看到救急獸能夠在任務中取得 那裡面比較稀有的肯定就是蓬頭小丑以及雷雷斯 并這兩隻是首次開放15等能夠捕捉的 相對你可以把CP壓到1500以下 就能夠在超結盟對戰中使用 那我們之前在高結盟有使用過蓬頭小丑 整體的發揮並不是特別理想 畢竟高結盟大家坦度都非常好 但是來到超結盟之後 他的燒盡更能打出傷害 所以我們進來看一下 到底蓬頭小丑 在目前CP15的情況下 能夠打出怎樣的實力吧 好 我們今天在超結盟呂比斯對戰 在少了前幾名的強勢角色之後 蓬頭小丑是否能夠發揮我們來看一下 那使用的陣容是動急龍 天蠍以及蓬頭小丑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好 動急龍第一隻 格鬥剛系跟妖精是沒辦法處理的 而且第一場就遇到逆風 看到暗影怪力 直接換角 天蠍上來 用飛行器壓破他 對手打了兩拳周近換角了 Twinna面對到我們天蠍 那Twinna的話 這邊屬性上我們沒有到弱勢 所以如果你硬要 是能夠讓天蠍用厭反把他打下來 搶取損毀是辦得到的 好 先來一個厭反出去 可以看到打Twinna 傷害量並不是特別卓越 大概1 3左右 至少要打3發 那對手率先出招 傷害量比較高的二隻波動出來 並不是帶欺詐的 代表他應該是二隻波動 加上厭反的招式組合 好 這邊我們再來一個厭反出去 天蠍暗影版本的 雖然坦度上來說是弱了一點點 但整體上來說 還是能夠扛二隻波動沒有問題 所以這邊目前剩下2 3血量 我們來扛一個二隻波動看看 對手還是二隻波動 然後他的小招大聲咆哮沒辦法幫我們點掉 那這邊有一點小失誤了 本來以為他大聲咆哮還多一個 但算錯了 但我們將錯就錯 讓天蠍把盾全部開光 這似乎可以說非常嚴重 畢竟對方兩盾 後面還有兩隻角色 帶著盾的方式 我們的碰頭小丑跟動機龍其實是很難引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該怎麼擋 不過這邊厭反出去對手是開盾擋了 他想讓他的怪力再次面對到我們的天蠍 但是我們連續兩發出去之後 對手的圖伊娜是全擋了 但可惜的翅膀攻擊沒把他派掉 所以他最終殘血出大招 所以雙方耗掉兩盾 還算可以啦 加上目前對方圖伊娜是殘血 碰頭小丑可以練一個燒劍 好此時的話 對手會上 喔是怪力啊 看起來他怪力是想要放眼崩 但這邊是慢了一拍 我們這邊魔法火焰是率先出去 其實他是可以直接死日劈出來 雖然打幽靈我們是雙抗 但其實碰頭小丑的坦度是比較脆一些 他至少能夠打出一點傷害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反正最後一隻大招他上來 面對到碰頭小丑 差一點被他的肥胃腰直接點下去 可以靠碰頭小丑非常脆 面對到屬性上優勢 潮汐打火減傷的情況下 還是差點被K下去 最後我們把魔法火焰放出去 最終是獲勝了 這場只能說對手運氣不是很好啦 他其實是可以留盾給怪力 說不定他要一打二四有辦法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反而被我們碰頭小丑火焰花火焰線K到 他就往生了 好就下一場這樣看到的是泥巴嶼 河中地區的 那對手看到東極龍這邊是換角了 選擇是阿羅拉九位 九位本身兵器 我們朋友小夥火系能夠打他 但是他目前擊倒了精神衝擊的氣量 我們開盾擋招 基本上朋友小丑連平常打擊的招式都沒辦法吃啦 實在是太痛了 不過對手選擇氣象球來騙盾 所以導致他這邊能夠再發動一個氣象球 兵器打火減傷看一下傷害量如何 一下下來看起來打快到一半啦 可以說非常的痛 但至少我們還是維持住順位了 目前還有氣象上去壓制對手 這邊被那一個氣象球打到是有點出乎意料 不過對手泥巴嶼看起來不是帶泥巴射擊的 所以他的電擊沒辦法快速把碰頭小丑給點下去 至少我們還是能夠放到兩招 魔法文出去對手攻擊下降的情況下 能量剛好擊到暗影球了我們直接出招 這樣的話至少能夠在平盾的狀況下 讓我們的洞擊龍上來 所以開局的優勢還在 結果對手沒檔直接下場了 而最後一隻角色西斥海人 這場非常麻煩 西斥海人的話目前兩盾 你用天蠍打他絕對是沒有勝算的 他能夠開盾強取 所以這邊我們讓洞擊龍上來 洞擊龍上來的主要原因在於 我們想用冰凍之風降對手攻擊力 讓他的薩蕉殺量比較低 至少天蠍在撐他的小招的時候 能夠扛比較多下 好冰凍之風下去 結果對手不擋招 他打算留全部的盾給我們最後一隻 這算是有好有壞啦 因為畢竟我們這邊有辦法用吃環攻擊直接把他拍掉 好對手魅惑之聲出來並沒有打到我們 接下來的話比傷害量 但是對手直接跳掉啦 看起來有點微妙啦 他說不定有辦法再放一個魅惑之聲 只想上那麼少 可能會被洞擊龍龍洗點掉 所以這場順風是獲勝了 不過下一場竟然又抗到阿羅瓦九尾 而且是洞擊龍直接看到 這邊先觀察一下小招 對手是細血不要立刻切腳 如果他大沙嬌的話 丹尼會直接切天蠍啦 但細血的話我們至少還是能夠稍微消磨 畢竟兵器在打我們洞擊龍是平傷而已 而對手竟然是率先換腳了 魅惑勇士上來 好這邊的話我們切腳稍微慢一拍了 導致燕板能量上好的時候跟對方切齊了 這有點虧啦 對手肯定冰東之風能夠雙剋我們 但是以天蠍的彈度是能夠扛一發沒有問題啦 正常的操作上來說你應該是要開盾 然後再用出招的速度去壓制魅惑勇士才對 順位上還是會維持住 但我們這場並沒有這樣做 反而是先讓天蠍給消耗掉 逼迫對手開盾 立刻讓洞擊龍上來補一個龍爪 稍微耗一下對手的血量 一下下去之後我想的是殘血 然後接下來龍席跟他點 把他點到殘血之後 我們的砰頭小丑準備上來了 看一下留兩盾的砰頭小丑是否能夠一打三成功 那我們先來一個燒進出去 對手直接下場 但是他只用冰凍之風降我們攻擊力 這一個降攻擊力會不會影響到戰局呢 不過對手最後一隻竟然是藻王啊 這邊虧大啦 藻王的話至少按一條K到才能夠贏啦 算起來就非常辛苦啦 好先擋了泥巴炸彈 然後接下來再補一個燒進之後 目前槍上是100了 擔心對方會來個切腳擋招 那稍微注意一下 先來個魔法喉嚥出去 逼迫對手看一下不會開盾 結果對手是擋招了 立刻再補太個暗球 所以一來一往 看起來暗球有辦法直接收拾掉這隻藻王 好一下下去之後 結果藻王殘血 哇這邊虧大了 哇攻擊一下降的一個效果 反而這邊變成了劣勢啊 如果剛攻擊沒下降這一發絕對能夠收掉 再面對到後面一隻九尾 是有機會獲勝的 稍微可惜的一場 好進入下一場 這樣動機中的對手直接看到藻王 藻王的話 當然認為是小蜜啦 畢竟才會堅持攻擊 能夠打冰 但是我們的優點在於我們小招傷害量是比較好 對手如果很真誠的直接把堅持攻擊放出來 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好先擋一招 結果是泥巴炸彈的騙盾啊 OK再多濃一點 然後對手快速的出招 肯定就不是堅持攻擊了 這邊我們不用開盾 用肉體扛你 其實還是要擠到堅持攻擊啦 比較有壓迫力的 好擠到兩個龍爪之後 立刻補他一發 對手如果擋會立刻補第二個 這樣的話就可以壓迫兩盾 好結果他放掉了 所以我們用一盾直接強取了順位 而對手第二角色是大鋼蛇上來了 我們讓天蠍上來面對 留住碰到小丑 火系能夠打鋼嗎 那天蠍這邊能夠靠挖洞去打他的鋼系 都是可以操作的 而此時對手先來一個精神之牙出來叫我們防禦力 那這些大鋼蛇帶的是 龍尾 並不是我們之前看到的雷電雅 那一個挖洞出去之後 對手此時擋招 其實論天蠍的一個挖洞傷害量 是沒辦法把大鋼蛇給打掉啦 大鋼蛇的坦度還是非常優異 好 再來一個精神之牙 直接殘血 然後這邊就不掙扎了 挖洞放出去之後要直接下場 然後留一盾給碰到小丑處理 看能不能夠一打二 對手開局是爪王 後面應該不會是以水系為主了 碰到小丑相對安全 好 碰到小丑上來 對手的大鋼蛇立刻出招 那這邊開盾檔 精神之牙說實在是沒有屬修也沒有壓制到啦 但這邊還是不太敢讓碰到小丑直接去扛招式 實在太痛了 好 對手最後一隻 結果是戴妖奇西斯 那這邊要結束了 我們農到兩個燒盡之後 暗球直接出去 對手根本沒做到事情 這邊會直接下場 畢竟我們攻擊非常高 戴妖奇斯雖然很慘 也是扛不住我們的 大鋼蛇再次上來 我們就立刻補一個魔法火焰就收工了 所以這場的話 在開局小小的逆風 但是我們解決掉了比較麻煩的爪王之後 後面兩個角色我們是佔比較大的優勢啦 最終是獲勝 好 進入下一場 來看一下戰場對手 這場是美入美塔 逆風開 炎崩跟蠻莉都能夠打我們動機 我們直接換角 天蠍上來 今天天蠍當一個非常安全的惡順位啦 看一下怎樣去扭轉 結果對手的第二隻角色聚早怪上來 聚早怪的話 將水炮噴下來我們不至於死掉 而他的小招 尼巴射擊 其實沒有太多傷害量 所以這邊我們是能夠跟他硬拚啦 而且地下挖洞是有打到的 這邊如果願意是能夠開一盾搶取啦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肉體扛了一發之後 就能夠省掉一盾 好 可以看到天蠍這邊是扛住了 但剩下血量雖然比他少 雙方在小招的傷害量是有差的 所以我們這邊開了一盾搶取順位 然後可以讓PRO小丑遇到一開始的美露 雖然在一堆劣勢 但是我們的騷勁 配合著美露在超級魔的坦度沒有到很好 相對也可以能夠去壓制 而對手最後的角色看起來是胖毒毒 胖毒毒上來的瞬間 我們立刻不要挖洞出去 稍微耗血 胖毒毒剩下三分之二的血量 然後又會不安心幫我們點掉了 好 洞瓊上來 洞瓊上來的話 這邊也是能夠靠肉體扛太暗眼球沒有問題 那我們留一盾給PRO小丑 避免被美露美塔的岩崩給K到 中間我噴著半血左右 對方立刻讓他的美露上來 一個燒進大概點到三分之一左右 雖然沒有到非常之極致的傷害量 但看起來是足夠 對手遲遲 結果是鋼拳雙擊的 鋼拳雙擊說實在有屬修 能量上又短 只是在屬性壓制面上來說 沒有岩崩跟滿力那麼好用 而對方是滿力加上鋼拳雙擊的 所以沒辦法收拾掉PRO小丑 PRO小丑在看到對方的下場之後 胖嘟嘟上來 補一個燒劑再魔法火焰出去 且對手的胖嘟嘟擋招 打完招之後立刻再補你一發 這場就受攻了 因為我們的PRO小丑準備下場 然後洞瓊龍上來龍爪出去 就能夠獲勝了 對手胖嘟嘟還來不及出招 所以說這場雖然在開局逆風 看到沒有沒塔確實是沒辦法打 天蠍上來緩衝 那對手的巨老怪用水氣來打地面這點也沒錯 但是超瓦洞 我們這邊的血量上跟小招的優勢 還是搶取了順位是獲勝 好就下一場再看到死神關 死神關的話這邊他出招稍微偏慢 那我們能夠先稍微觀察一下他到底要幹嘛 先開盾打 那開局順風的成分比較高啦 因為PRO小丑是避開了帶暗影爪的死神關 然後我們後面角色也沒辦法進行切腳擋造 所以這邊肯定還是要讓洞瓊龍直接把死神關收掉會比較好一些 好這邊先來個龍爪出去 洞瓊龍打死神關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我們出招比較快 算是比較坦性一些 那我們靠一頓是搶取的 目前還騎到了鼻動直風的氣量 對手的第二角色結果是金家綺上來 金家綺的話本身剛戲是怕我們地面戲造勢 那我們很真誠的直接來一個挖洞出去 對手的破滅的志願沒有放出來 算是有點小失誤啦 好那一下下去逼迫到最後開盾目前雙品盾 那同樣的我們留一盾給PRO小丑 看一下能不能夠一打二成功 所以此時天蠍半血左右 遲到招勢會直接下場 好這邊地面戲所以剛戲啊 沒辦法因為現在主角還是PRO小丑 PRO小丑在每盾的時候你真的是沒辦法使用 至少要留一盾給他 會比較好一些 好那此時上來的話對手率先出招 然後我們可以用燒鏡直接把他點掉 那目前算沒盾了 對手上來的角色我們還是能夠靠出招優勢去壓制一下 對手沒打算換角 反正讓我們多弄一個燒鏡 這邊算是他的食物 而對手這位角色結果瘋妖精上來啦 瘋妖精本身是草系的 所以火系能夠壓制他 加上他的小招是妖精之風 其實沒有太多傷害量 那這邊的話對手會比我們快一拍出招啦 中路炸彈會先出來 那雖然火系能夠抗草 但目前血量跟坦度是扛不住的 所以這邊直接下場 然後接下來交給洞己龍處理 洞己龍上來瞬間冰凍之風出去 冰系能夠去打這個草系的 講的有屬性上的壓制 一下下去之後 對手的瘋妖精直接殘血 然後接下來他剛好來不及使用他的妖精系大招 最終我們還是能夠扛住他的重石炸彈 是獲勝 這場其實我們後順位的角色佔優勢比較多啦 畢竟天蠍的地面性能夠去打 一開始的加起 然後風花精的話 有飛行機早是可以處理 其實我們可以在二順位的時候 切碰頭小鼠上來 可能會更穩定一些 好就下一場這場看到快龍 那快龍的話這邊我們有坦度的優勢 對手是換角了 文向老師上來 文向老師上來瞬間 這一次我們切比較快 能夠比對手快一拍出招 雁返先出去 那快一拍出招的優點在於我們能夠觀察 對手是否要開盾擋招 那如果他不擋的話 甚至我們也能攻赤王攻擊把他拍掉 好這邊對手擋招之後我們也能夠擋 畢竟碰頭小手本身是用火系的小招 面對到快龍難度要處理非常高 所以這邊不能大意 維持住宿位非常重要 而且這邊收拾掉文向老師之後 我們還可以用招式去騷擾一下快龍 所以開局的優勢會擴大 好快龍上來了 這邊出招還是比較快 厭反出去 那快龍在超節眸的坦度比較脆啦 厭反出去至少要半血 然後對手是開盾擋了 結果目前對手沒盾了 接下來我們的碰頭小丑準備要殺人了 好動擊龍上來 直動擊龍上來的時候 對手快龍是出招了 但是我們這場的主角終究是碰頭小丑 不開盾 直凶肉體扛你一個龍爪之後 直接殘血 剩下的話把你的牆上點了多一點之後 碰頭小丑上來 但對手竟然是立刻換角了 這邊算是食物啊 其實他是可以多點一些些啦 可能我們碰頭小丑還是會重傷 他不見得會被我們點下去 但他這樣操作的話 反而我們是可以用燒鏡 直接把妙花給點掉 最後用招式去打快龍 這場就要收工了 對手切腳算是太快了 其實碰頭小丑還面對到暗影版本的快龍 玩家如果模擬過的話 你招式還沒放出來 對手已經用龍洗幫我們K掉了 碰頭小丑真的是蠻脆的 好 進入下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向上對手 這場動機龍遇到的是雷吉思雄 絕對的逆風 那我們讓天蠍上來緩衝 老樣子 不過剛好像吐到了一個龍洗的樣子 但沒關係 整體不影響 那天蠍的話 不論是對手的薑光炮 蒸氣彈或者電磁炮 都還是能夠扛 這邊就不擋招了 對手選擇招式是電磁炮出來 看起來是電磁炮加蒸氣彈的招式組合 那打一下的話大概半些作用 那我們挖洞出去 那以電磁炮的話 這邊我們出招會比對手快一點點 而比較少人會把雷吉思雄放第一隻 因為雷吉思雄在小招部分 是沒有太多傷害量 除非有一個屬性上的絕對雅智 他才會比較有優勢一些 但是我們讓天蠍上來 他並沒有選擇換角 代表後面應該是我怕天蠍 他才這樣操作 而對手第二隻角色是勾眼上來的 勾眼上來瞬間 我們在他出招之前 快點把燕帆給放出去 稍微耗他的血量 那這一下下去之後 勾眼肯定扛得住 主播對手是開盾擋 糟了 目前是一盾的優勢 然後我們選擇洞吉隆上來 洞吉隆上來瞬間 對手勾魂眼出招 目前兩盾先開一個盾 然後我們要讓洞吉隆跟著勾魂眼走 好 結果對手換角了 文向老師上來 哇 這邊可以說非常麻煩 本身小招打對方沒有太多傷害 而且我們這邊雙抗他的 格鬥系的雙倍風環 但我們血量竟然比他還要低 啊 這麼回事啊 好 我們先開盾擋 招對手很真誠的熱水出來 然後 喔 運氣真的非常好 降到我們攻擊力了 那此時我們魔法火焰出去 看一下對手是否開盾擋招 那一下下去之後 結果對手沒擋 哇 這有點麻煩了 我們也逼不得也 我們再用一個魔法火焰 稍微耗到一點能量了 如果愛球直接出去 這一場可能會更順一些些 好 再一個魔法火焰 對手的文向是下場 目前他留一盾 然後此時有點可惜 就是招式沒按到 所以對手的盾還在 所以洞吉隆上來 在這邊要用肉體扛招啦 哇 看起來是BBQ了 對手是暗影的鉤炎 肯定是帶力量寶石的 岩石器能夠打兵 這邊直接被串起來了 有點可惜啊 如果以上地視角的概念來看 其實這一場 應該要惡順位切碰頭小丑會比較順 冰天蠍是有辦法壓制文向勢的 在打雷吉士丘跟鉤炎 也不至於會到弱石 好 進一進的作為場 作為場看到了突嬰娜 對手換腳 是尖掛臨上來的 這邊是我們比較想要看到的開局 然後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燒盡 三下剛好把對手點死 但對手還是有辦法使用到他的大雷 其實如果正常操作的話 是可以讓洞吉隆多打幾下啦 然後在對手沒辦法使用到第二個招式的時候 瘋狼小丑收掉 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開局 那我們切腳算是太快 好 再一次看到圖嬰娜 圖嬰娜上來瞬間 我們來一個魔法火焰 將對手的攻擊力 那暗影球的話 在打惡系是減傷的 只能靠火系招式去壓制他 那對手攻擊力下降了之後 再來一個魔法火焰 對手連招式都還沒按 目前的圖嬰娜就直接殘血了 好 在補一發之後 對手圖嬰娜殘血的情況下 目前看起來是可以用燒盡直接把他點掉了 所以這場就硬保碰頭小丑吧 不過這樣操作方式算是比較大膽啦 後面兩隻角色都沒有盾 好 目前對手兩盾 剛好圖嬰娜剩一滴血是活著了 而他作為角色竟然是火爆手 火爆手上來瞬間 我們會把火焰再次出去 直接降臨攻擊力 對手擋招了 要防放暗影球 那我們中途讓冬己瘟上來 冬己瘟上來瞬間 對手還來不及出招 我們立刻不開個龍爪 畢竟他再這樣下去 能夠使用爆炸鏈 平常打擊 冬己瘟還是扛不太住的 那龍爪出去 對手擋招 目前對方沒盾了 這場基本上是要收工啦 因為冬己瘟在這邊的龍息傷害量 打火爆之後 他已經投破血流了 天蠍上來四方攻擊就能夠收掉了 好 對手爆炸鏈出來 冬己瘟果然是扛不住的 那我們讓碰頭小手上來 跟對方911 我們天蠍就能夠上來輕鬆收尾了 好 天蠍上來 那火爆獸來不及出招 最後剩下殘血的兔妮娜 我們這場就要獲勝了 那我們來做一下總結吧 碰頭小丑 首次開放的時候 實習半球才能夠捕捉 玩家可以使用爆寶貝 或者是遠距離的朋友邀請 當然等你打到的一個等級 是沒辦法壓在CP15以下的 但在這次究極一獸大局入侵活動裡 他在任務裡出現 15等起跳的CP 就能夠壓到CP15以下 相對玩家能夠在超結盟的賽制中嘗試 然後我們今天實測之後 殺量確實非常驚人 只是坦度太脆 穩定性真的是不太好 除非有愛啦 不然不太建議玩家在超結盟對戰中使用 是我們今天實測的心得 那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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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